今天首次邀請南華投資管理助理總監 有黃永坤、James在我們身邊 跟我們談談熊市是否買收息股 但我們又加息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做 首先最簡單的設入情況就是 在你們的角度 跌市近來我們訪問很多嘉賓 他們都說要避險 不如選高息股穩陣一點 究竟這是否正確的投資行為 如果我們推論下去 即是說旦凡紅市或跌市時 就買高息股是正確的 這個我想是 分別正確的一個訊息 我們其實不只是紅市時 才可以去買高息股 因為我們如果看長遠一點 公司派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很遠 追溯到差不多16世紀 東日路公司時去派息 但之後我們去到今世紀頭 可以看到很多投資大家 例如Dot, Adele, Graham, Peter Lynch 他們都會把派息作為一間公司 是否值得去選擇的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為何這麼說呢 我們就把時間框架拉長一點 可以看到其實在過去的88年之中 我們說的是1927年 到2015年12月 即是FAT這次開始加息之前的那個月 這88年之中 整個高息股的一個投資 可以跑贏大市 平均每年1.5% 其實確實是挺高的 為何這麼說呢 我們看到的是 在這88年同樣88年中間 其實杜瓊斯工業指數 它年均的回報是7.5% 而高息股還要每年 平均跑贏1.5%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個 比較長線的部署 或者說我不是很懂股票 我只是想坐在那裡收下一些 income 其實你真的可以 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選一些高息股 去做一個長線部署 如果看幅圖的時候 即是錯過了 我們的想法是市跌的時候 才滾進去防守 其實它 例如高息股你選擇 不是時間的問題 不是選擇在什麼經濟循環的時候去做 是嗎 其實最重要就是跟它鬥長命 如果你說高息股的話 如果你拉長的時間 你真的有這麼長的時間 去做一個 好像長遠一點的財富管理 或者是遺產管理的時候 我覺得高息股的一個 比較主動管理一點的一個表現 是比現在這幾年比較流行的 一個完全被動式的指數基金 是更加值得去投資的 即是正確態度 其實大家要捉緊的 就是你不要買了進去 兩東西你又出回來 沒錯 駁它上落 你一起錯了就很容易輸 一定要是長錯的 但是這樣 如果我們選擇高息股的時候 剛才你也說了 要坐定定的 就是希望有一個穩定的回報 這是一個很防守的投資態度 但是如果一間公司 它是這麼防守的時候 有否代表它其實不思盡取 按於現狀 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們就 我想這個問題 就可以用個市場行為學去解釋 很多投資者 它有一個比較直白的邏輯 就是原來公司派多了息給我們 就是代表它自己手上的貨幣是少了的 是 而貨幣是少了 就是代表 在一個經濟週期的中後段 它的成長速度沒有增長股那麼高 而它派的息 也沒有一個加息週期中後期的一些高息的債券那麼高 同時間它有可能是規避不了一些比較大的一些經濟危機 譬如說好像99-00年那個貨幣 有些關於高息股的研究都仍是處於一個學說的一個階段 去到上個世紀尾 去到88年 去到99年 一直去到今世紀頭2006年的時候 而且可以發現已經有一些根據大資料去做出來的一些研究 去顯示出來 原來高息的派的那個Dividend Payout Ratio 就是它派息的那個比率 越高的時候 它其實是代表著這間公司 它是可以避免了一個風險 我們叫做Agency Cost 那什麼叫Agency Cost呢 其實就是代表一間公司 它專業的經理人 它在做一個Empire Building的時候 就是說它想用手上的錢 去將整個企業的這個王國 去建造得更大的時候 如果它在手上拿著很多錢 它隨時使用金錢的效率是低了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Agency Cost 而相反地 如果它們將手上的錢派出去給投資者 它手上拿著的錢少了 它就會比較小心地 謹慎地去運用那筆錢 用到點子上 所以未必就是說 一間公司派高息出來的時候 就代表著這間公司不思進取 因為有一個2006年的研究 其實就說了出來 就是說過去的差不多100年之中 一間公司的派息的比率 可以完全地 在統計意義上有效率地 去預測這間公司未來的盈利 同樣這個法則是可以運用在股票指數之上 所以就真的不代表一間公司派多了息出來 只要不是多得很離譜的那些 就是真的不思進取 在公司的營運角度 其實就迫到管理層是一個動力 有壓力 要做好一點 就堅持到或者維持一個高的排息比率 是的 但是我們現在又面對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加息 加息周期之下是否兩難 因為你選擇了高息股 你面對市調正中 那它的股價正下落 所以所謂你的息高 但也未保不到股價可能會跌下來 這個是不是我們撞正現在是這個時候 現在我們確實是撞正一個比較尷尬的時候 其實你剛才所說的 加息的時候好像不適宜去買高息股 這是坊間很多人的一種看法 但是我們其實有些數據可以看 這些數據都頗為 counterintuitive 這些數據就是我們將整個息率的周期 分了兩部份 第一個就是加息 第二個就是減息 而在這兩個循環之中 我們就分為三份去看 第一個就是當時美國的息口是低於3% 另外就是3-6% 而最後就是6-8% 在這一段時間我們看到 原來在一個上升的加息周期之中 不管你是處於一個什麼的一個息口的位置 原來收息股的 它的回復都仍是剩的 都剩得OK 加上所有的環境之中 都有剩2.1% 那些收息股在加息周期之中 它的回復是最高的 其實就是前和後 就是前段我們可以想到 剛剛加息 就是剛剛之前上一輪的 那個瓦瓦爆了 爆了之後去桿桿 接著有一個春芽出現了 接著慢慢開始升 升到後面的速度加快 又爆了之後去桿桿 一直去到春芽出現這一段時間 就是說美國的息口 即10年國債債息低於3%的時候 那段時間收息股的回復是比較好一點的 差不多去到2.4% 接著在中間這一段時間 就是我們現在處於的這個時候 就真的比較尷尬 它的回復就不是那麼高的 Annual Compound 回復就只有1.2%左右 但是去到這個加息周期 最尾那段快要爆了 即6%或在樓上的時候 反而它的回復又好 又變成2.8% 所以我們在這個加息周期之中 是不需要完全去避開這些加息股 好了 第一個問號就是 你剛才說要長線持有 我們現在叫做站在中間 就是10年期的國債息率 已經超過了3厘 那麼走不走呢 還是都不用理會的 只不過在這段時間 我們的回報回來的回報是小一點 我們現在一路坐坐到它的尾 你會建議這樣嗎 我會建議如果你拿著高息股的時候 你就不要走位了 因為這些都不是短線可以贏到利 或者短線可以跑贏市場的 一種投資方法 因為我們選擇高息股的時候 有三個目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要選擇它夠便宜 就是說它的價值 就是要選擇一些便宜貨 第二個就是要看它自己本身的 Payout Ratio 夠不夠高 第三個最重要的就是看這間公司 可不可以幫投資者去創造一個價值出來 那麼這三個有齊了 我們才會放入一個高息股的 一個Portfolio之中 如果只是看它派息比率高 那麼在派息比率高的這個成份 在高息的環境之中未必那麼有利 但我們都要兼顧其他兩個 更加重要的因素才可以 所以就不要隨便出入 你只要接受一個事實 就是說如果是加息中期的時候 可能有的Return 就會低一些 但是擺在香港又有一個特別尷尬的地方 香港我們就看到短息開始上升 但是有些Hyber的一個月又開始下降 譬如最簡單的 你擺錢入銀行的時候 是短期兩年內的息口便上升 遠一點的其實又沒有上升 而我們的息口跟著美國加息 美國已經12月大部份人都認為會加息 但是又開始有一個看法 就是它可能到今年 明年可能加的步伐又沒有那麼快 那你會很尷尬 究竟我們現在是甚麼期 究竟加息是甚麼期 這個甚麼期 可能會對一些從來未買高息股的人來說 可能他們都覺得是一個切入點 你會怎樣平衡呢 會怎樣定義現在是甚麼 現在對香港來說 是一個比較悲哀的時候 因為它經營了聯繫匯率制度那麼久 沒有自己的財政政策制定的功能 一定要跟著美國 如果不跟著的時候 前陣子大家都看到後果是怎樣 就是銀行儲備減少 港匯就碰到一個藥方的兌換保證 跟著迫著要更加 在這種情況之下 很多時候我們是看美國那邊 究竟已經勉強到香港 而美國那邊我們看到 它就算現在 好像一些公司盈利的數據 差過上兩個quarter 或者我們看到一些經濟數據 譬如說零售銷售 九月份零售銷售數據 又開始弱關一點點 但是新上任的FED的副主席 都仍是說 堅持著漸進加息 他覺得漸進加息是一個正確的舉動 當然這就是看整個貿易戰的議題 這個活動 究竟對環球經濟有多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覺得 特朗普是影響不到FED的決定 因為他出了口訊 出了兩次 就在那裏說J-POWER J-POWER和FOMC 都沒有太過理會 但是問題就是 我覺得FED現在處於一個 非常艱難的地方 因為我們看到環球股市 最近下跌 主要的原因都是預期 在賣或經濟數據上 看不到有甚麼實質的確認 但是在未來的九個月時間之中 我們看到貿易戰的效果 慢慢開始在一些公司賣的賣發烤時 那一段时间我们就要想回到现在 FAT仍然坚持着逐步加息 这个决定是否正确 我本身觉得它在管理通胀预期上 其实已经出了少了错 我觉得它现在加息的速度 如果今年跌尾中加多一次 其实是偏快的 如果它坚持这样加下去 我觉得香港无法不更加 最后也要问香港哪些是高息股 汇凵出了业绩 出了业绩后股价又上升 上周它一潜到60元时 大家就是滑花声看到 不是看到股价 而是看到股价 是说她的股价 是六厘六 这些算不算是吸引 刚才你所提议呢 如何为解一个好的高息股 有数个因素 它是否成为这个定谈 在你的眼中 即香港的高息股价有哪些 我觉得汇凤这只股价 其实业绩也算可以 也能够交出攻击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选高息股一定要避开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自己本身的购买率是非常高 好像一间公司赚了那么多钱之后派了九成出来 那真的代表他完全无心派钱 也代表他真的没办法持续 连年都将他赚的钱九成都派出股东 另外一个就是看这间公司的派息的sustability 是不是一路可以继续慢慢地派 有些公司派几年又不派派几年又不派 这些都是我们不想选择的公司 而第三个就是看这间公司的基本面 究竟有没有衰到无法挽救 而第四个就是看这间公司的技术指标 是不是已经衰到贴地了 而汇丰在这四个我们需要避开的陷阱之中 就真的只是中了第四个 我们看到他的基本面的弱势就不是特别强的 在基本面的弱势方面 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很多大行的一些 操盘手都在用的一个指标 叫做Quality Z-Score Quality Z-Score就是代表说几样东西的 看个ROE 就是看Return on equity 看这个公司的市值和负债比率 看它的Revenue to profit 比率 你看到Z-Score 大概可以有一个印象 这间公司的金融的健康究竟在哪个位置 当然Z-Score是比较少适用于金融股和保险股 但是汇丰我们现在就这样看它的业绩的话 我们觉得它的基本面不是太差 唯一差的就是它的价格 它的技术上面冲得比较低一点 所以如果只是因为它的股价低而想去选 而令到它的排出比率过高 而想去选择这只股票的投资者 我们就建议你不如花多点时间去看看它的基本面 你觉得適合你的 你觉得可以帮你创造很多价值 你才可以选择它 基本因素一定要稳定 这个很重要 今天谢谢James和我们这么自识的分析 色赞的环节来到这里了